被打枪的还有这一位 准交通部长贺城 但打枪台北市长柯文哲 推出的北宜直铁 但是民调直落 加上大巨弹争议 柯文哲小心回应 他说对北宜直铁没有既定立场 本来就是生态跟经济影响 都要考量 北宜直铁 其实我跟贺城也有很多讨论 基点 这个太细节了 目前我们那个从 从南港到七堵 大概48%的运输量 是为了要到东部去 所以当时在讨论说 比方说从南港到基隆的捷运线 如果再从那里就分出去的话 那南港到基隆这条台铁线 它可以捷运化 但是它有个变化症 双膝的城市会急速没落 因为它变成运量都不走那边 这个有很大的辩论 所以北宜直铁有两个问题 第一生态的问题 到底对回萃水库影响多大 第二它的经济的影响多大 这个坦白讲 我们这个没有说一定要怎样 这个是蛮大的辩论题目